有请这一对有请 王先生38岁来自广西戴燕 林女士28岁来自广西销售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啊 怎么认识的呀两位 我们俩是相亲认识的 去年十一长假回家相亲 之后我们就在家里面就确定了关系 十月的时候她去东莞工作 我在广州这边做销售 十二月之后就经常会在一起 一个星期过来一次 店面啊约会啊或者吃饭 就等于说异地嘛 我就让她过来广州跟我一起工作 我觉得她在东莞也是工厂里面工人 以后没有什么发展的 我想让她过来跟我一起 然后之后呢 她就实职之后就过来跟我一起工作了 我就在食品公司里面销售 销售主管 就底下有几个业务员 然后呢她过来也是跟我一起跑业务 刚开始的时候挺好的 然后呢就一个月两个月 我们就每个月月季嘛 她就一个月比一个月差 有一次我让她去跑一个单 本来我就弹的差不多了 我让她去 然后她回来之后她跟我说搞砸了 然后第二天就叫别的业务员去 就做成了 我就觉得她工作上越来越怠慢了 就不想干的那种 就懒散 就笨 就特别笨 其实我是不想过来的 是被她逼过来的 我在东莞那边做得好好的 你要当我不过来的话 她就要跟我分手 哦 以分手相逼 这您可没说啊 这个我当时 我当时就想 如果她在那边的话 她一个月两三千工资 我在这边的话比她多一点 我就不想让她继续在那边没有发展 这个后来这个销售做的怎么样了 后来她还是过来了 她过来之后就不积极 是 结果呢 这个单子没谈成 别人要谈成之后呢 之后她就跟我辞职呗 开会嘛 然后她就业绩特别差 在会上其实 我就不愿意说她 越说她越不听 在会上我就给她面子嘛 然后回去之后 我就在家里面跟她吵 吵的 我小女生我就推她嘛 我就跟她就起冲突的那种 然后呢 她就特别不服气的那种 就跟我说要辞职 吃着之后呢 她就去一个发廊里面做洗头的 就跟人家洗头发 她觉得自己打得特别好看的那种 啊 怎么了呢 这个洗头跟长得好看有关系嘛 其实她就是刚开始 就是跟人家洗头发 然后回来之后跟我说 这个小姐姐 拿微信 那小姐姐头发特别好看 就跟我回来 刺激我 跟我讲这些 我就是给客户 要了一些微信而已 什么客户 客户就是要微信吗 主持人你说她这样对吗 回来做什么 加微信了 就客户你觉得我会信吗 就是加了一个微信而已啊 大家在外面都有朋友啊 就她就嫌弃就跟我们跑业务 就档口里面就老大爷老大妈的 就都不愿意就出去就就洗头发 她就说啊什么小姐姐 而且她工资特别高 她跟我说一个月能拿五千 然后拿工资回来拿现金 就拿现金回来五千 我说不可能啊 刚开始不是去做学徒吗 一个月最多三千 到底有没有五千呢 她拿了五千块现金回来 然后我看到手机转账 她就是只有三千 人家就只给她三千 她说这不是跟小男孩一样那种 就你三十八岁了 你还拿这种小技朗来骗我吗 因为你老说我 赚钱赚得少啊 每次都骂我 就说我蠢 就说我笨的 这个能骗吗 你去跟谁借回来的 你借回来你不用还吗 到时候拿什么还呀 听明白听明白 就是在工作上 你觉得这男人工作能力 不是那么强 理解的对吗 就销售业绩不太好 就感觉 这听懂了 还有别的让您不满意的吗 在生活吧 生活 生活其实她也挺不得劲的 挺不得劲的 有时候跟她逛街 她就走在街上 看到小姐姐 她说哇那大长腿 就跟我说 哇那头发特别长 好漂亮啊 就跟我说 那我一边说 我在街上我也没办法 跟她吵这些 我就特别生气 那你把我当什么 你一点都不尊重我 我就觉得她特别 在外面逛街聊天啊 我看见帅哥也说啊 又不是单单说小姐姐 就是主持人 我就觉得她特别不靠谱 而且特别不尊重我 你觉得她好看吗 好看啊 不行了吗 你不是叫什么 可是她在我面前 她跟我说别人 那我不吃醋吗 这就是情商低点啊 这事情她看不出来 我吃醋 我觉得她特别笨 就工作上 生活上也是这样子 特别笨 而且她在家里面 也特别爱享受 有一天晚上我就发现 她在厨房里面 拿着一大箱零食 我平时我就管她钱 我把她钱是管着的 她一个月 我要高兴给她一百 或者不高兴给她五十 为什么要给她 一个月就给一百啊 为什么给她那么多 给她这么多 一百八 你这么多吗 一个月一百啊 交通费就已经差不多了呀 交通费 不是说一个月就给一百 她爱喝酒 爱加小姐姐微信 钱在她手底下还能有吗 就说说我管她钱 就有一天晚上吧 我就看她在厨房里面 拿着一大箱零食 那一大箱零食 得值个两三百吧 然后呢 我就问她 这钱怎么来的 你猜她怎么跟我讲的 自己攒的 她就说她自己攒的 兄弟 一个月花一百块钱 还能攒下来钱 哎呀 你可以 他平时他就是这样 就是装的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 特别能狡辩 不能给钱 你能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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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释放钱啊 我就觉得她就肯定藏钱了 我就在里面找啊 找不到啊 后来我就问她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去借来怎么的 我就查她手机 你看从我手机 每个星期转几百块钱 去她手机里面 就转账 偷偷的转账 就那种 那也有我的钱啊 你不用狡辩 都从我手机转账 还把我的聊天 记录删除了 一个人拿下一个月 一百块钱够用吗 那我给你钱 你拿去哪里啊 一天到晚 跟我说 小姐姐能放心吗 站手上 就特别恶劣 就删除了 聊天 就两个人可以好好说 对不对 其实我管她 我也不希望 你发现以后 你怎么制裁她呢 就那天晚上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过去 我就推她一下 我说你滚回老家去 然后让她回去 然后她第二天 她就给我留了一张纸条 她说回东莞 工厂 你打工去了 然后那一次我就 觉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广州也七八年了 我可以自己 我不爱回家里面跟父母一起生活 你怎么打算吗 这个还没有 没有想过 你怎么想的呢 我本来想带他回去广西生活的 但是他说 在广州七八年了 他有自己的想法 又不想见父母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想 跟我一起 回去广西 你们俩现在结婚了 你知道吗 知道 就你们俩现在如果是分手的话 就叫离婚了 这个你理解吧 理解 所以你们俩今天来干嘛呢 我就不想跟他继续了 不是 离婚是个意思吗 对 不是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当时他回东莞 我觉得我还是挺爱他的 挺想他的 就跟他谈好了 不用回家里面 不是 可以不回家吗 但是父母不也得见吗 毕竟你们结婚了吗 对 不怕什么呢 这可能就是我个人的个性 就是你不太想 对 带他去见你的父母 是这意思吗 我也不愿意回去见他的父母 为什么呢 这我自己的阴影吧 不是 这不是 夫妻两口子过日子吗 见见就好了吗 然后你们再回广州就好了 他已经在家里面准备了婚房 已经筹钱去准备了 就建了个房子 让我回去 跟他回去 他还跟我父母串通了 让我回去 就等于如果我先答应他的话 我就得放弃我 在广州这边打拼了 这么多年 然后回去跟他生孩子 这几年之后回来 什么都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想法是 还希望继续在广州来发展 不想让这段婚姻拴住你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的意思是想 踏踏实实的回家过日子 不再这么辛苦的奋斗 是这意思吗 不是不奋斗 我是知道结婚 生孩子以后再出来奋斗的 先生孩子在奋斗 嗯 因为生了孩子 家里老人可以大一下嘛 有时在这里的话 自己带的话就工作不了了 所以你们俩这日子过得挺糊涂的 他说离婚你同意吗 不同意啊 那他说留在广州你同意吗 我会回来广州的 但是 他现在就是不回来 他现在人在哪 他现在人在广西 他就不愿意我在广州 非要我回去跟他一起回去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回了广西了 你当时为什么要嫁给他 就 我挺愿意争取这种感情 当初结婚是谁提的 是你提的是吧 嗯 是我提的 是因为觉得他听话什么 所以如果他要还跟你回广州的话 你觉得这个男人还不错 是这意思吗 行 他要不回广西 你咋走 那我只能来广州了 那就去呗 因为他太霸道了 什么都要听他的 我只提出了一件事 他就不听我的 你提出什么事 就叫他跟我回广 去办一下婚礼而已 就办个婚礼为啥也不去呢 就他父母跟我父母都传统好的 如果回去了 就都会被劝就不能来了 你害怕 办了婚礼就来不了了是吗 对 就老人家我就特别 你能承诺人家办了婚礼 还能放人来吗 能 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我打算要孩子 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一年吧 一年 你们越快越好 因为我已经38岁了 我小了 这个日子过的哈 这也构成了一种 我们看到的婚姻状态 你听起来其实 内心是替他们焦虑的 是替他们不安的 因为面对这样一段生活 不知道他们把这个婚姻当成的是什么 到底是解决自己内心 估计的一个良方 还是要寻找一个 能够让我依靠的人 这一锅粥的感情 这一锅粥的婚姻 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镜 王先生 问一句啊 你当工人当多少年 一直是当工人的 从20岁 林女士 你觉得她笨对吧 刚听你说好几次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地方 就是林女士 你把她从她的生活里面 强行拽出 拉到了你的生活里面 然后你发现她不适应你的生活 然后你说你太笨了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我个人认为 这是用某一种 在我的生活里的 我的判断标准 去判断另外一种生活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 有可能在你眼里看起来的笨 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能是单纯 可能在你眼里看起来是幼稚 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可爱 有可能在你眼里面看起来是情商低 在别人眼里面看起来是很单纯的一件事 重点就在于这个地方 就是你不欣赏她 当你在这的时候 你说的所有的话 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 就是我不欣赏这个人 但我不能没有这个人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重新评估一下 自己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你对她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欣赏 你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优点 她明明一个月交几千块钱给你 你只给她一百块钱用 她明明对这个家庭是有贡献的 她明明也曾经想要去努力的工作过 为什么你 自始至终你都一点都没有去欣赏她 但是你却又不能失去她 你们两个人各自想要走的那个路 并不是同一种生活 南辕北辙 你们是两辆车 分别开向两个不同的目的地 这个时候 还不如在这个出发的时候 好好地告个别 我觉得这可能是对双方最好的尊重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王先生 林女士 你们好 把结婚当成了救命稻草 我觉得林女士你可能会有一天特别后悔自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用结婚来挽回一段已经千疮百孔的感情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结婚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你们把结婚这件事弄得特别的不美好 然后谁都想做对方的主但都做不了 但我们大面上看是女方主宰男方 但实际男生你主意非常的硬 而女生有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不服气的这一点 我明明已经能够决定很多事情 为什么到这件事情上我就主宰不了呢 用打骂来催促他进步 这就是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并不觉得你们之间有爱 你们已经是一种扭曲的状态了 女生对待男生的这种状态就是 你只要不听我的不服管 我就非打吉马 你自己应该好好想一想 你对他好吗 就我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 我最起码最基本的应该是 我对他好 最基本的都没有 同样男生也一样 你对他好吗 听话就是对他好吗 不是 你根本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 所以两个互相不懂 对对方都不好的人 然后还结婚了 冷静一下吧 双方都是 谢谢 好 谢谢莎大老师 其实我感觉到的更多的是 你们相处的方式就是一种扭曲的 女生 你对他其实根本就看不起 你把你所有对他那种不屑 全都通过笨唇滚 这种语言去发现出来 他的伤害是非常大 种种极端的情绪 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愧对于他 所以呢 你把这个领证结婚看得 是一种管理他的手段 我打你一巴掌是不是 我再揉揉你 结婚嘛 领证嘛 但实则 你根本就不想也不愿意 让他作为你的仗 你只是在这种暴力管控的方式 用一个条件让他过来而已 所以你根本就不愿意去他那儿去办婚礼 也可能在你潜意识当中 或者在他意识当中 真正的婚礼才能是我结婚的那种仪式感 所以现在看呢 你们根本就没有自己要结婚的感觉 种种的你们相处的方式 就是一种扭曲的 一个女性对于男性对我们不尊重 同样他也对你不尊重 你不给我一百块钱吗 行 我这边偷偷在转钱 你们就在这互相制约着 互相抵抗着 而真正两个夫妻的关系 不可能是对抗 这只是战友 只是管理与被管理 认清现在的状态吧 谢谢 好 谢谢曲总 消耗 一直在消耗 因为你和我一人的状态 是有点免费的 不可能是在此 我让你打开 你把予套 不可能是在这场那里 但是这个人的状态 还是在这场那里 就是在这场里 看到了 想要是在那里 有点免费的 不可能是在这场里 那里 我这场有点免费的 不可能是在那里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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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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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足够吸引你的或者有魅力的地方 叫重新发现一下对方 然后我们再考虑分开还是继续 因为我是觉得大概在他们整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双方的目的性都太强了 我为了娶你什么都可以做嘛 我要有一个婚姻 跑了之后 我觉得我这个结婚对象没有了 不可以 我要完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 所以真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发现要 实在往日子里走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试着再过一过 把那个目的全扔掉的试一下 好好生活好吗 想让他留在身边 要学会去爱他 而不是迁就他 委屈自己 听得懂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我想对你说 我会更加努力的 向你靠近 我会改变自己的一些 坏毛病 迅速的成长起来 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不要跟我分开 我想对你说的是谢谢你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请关门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是真的希望他们再试一试 因为对于这两个人来说 其实都是没有完全长大 在思想和价值观上 没有完全形成 也许陈一诚 对他们来说 不是坏事 是你的名字 停留在我